哎呀,你輪轉天氣,風濕骨痛好辛苦呀 奶奶,我剛剛買了一個最新科技的太空小凌晶 可以迅速舒緩任何痛症,那就不怕風濕骨痛啦 哇,這麼好?那買多個分享給二婆啦 太空小凌晶,可以在六創二健康店買到 電話288248400 網址是www.healthshop.com.hk 同類療法是一種已經有250多年歷史的醫療方法 屬於全球第二大的醫療體系 有超過5億人口採用 現在,註冊的同類療法醫生 已經得到75個國家的政府認可行醫支架 其實,同類療法一直都獲得眾多知名人士擁護 美國150年來的11任總統 另外,英國皇室數代成員 自1830年開始 一直有同類療法醫生照顧 英女皇伊麗莎白二世 在生查理斯王子的時候出現難產 全靠一劑同類療劑升麻二白師 王子才能順利出生 否則就要否復產子 同類療法在世界各種醫療中 屬於最安全的醫療方法 非常適合孕婦和嬰兒使用 印度國父甘地 稱讚同類療法是他認識的各種醫療之中 療效最高和最廣泛的醫療方法 袁大明醫生鑽研和使用同類療法 接近30年 現在破天荒感在網絡世界 和大家分享他的經驗和心得 解開成功運用同類療法的秘訣 詳盡地介紹各種同類療劑 療劑的特性和應用範圍 幫助大家自己找到適合自己的寧丹妙藥 當然 如果各位聽眾的問題是比較複雜 發覺自己處理不到 需要袁醫生的幫助 也可以直接預約袁醫生會診 大康自然健康中心的電話是 2577-3798 現在就來聽一聽 醫生要為大家介紹哪種療劑 羊金菊Chamamilla 亦叫做German Chamomile Roman Chamomile 羊金菊Chamamilla 這個療劑特別適用一些孕婦 或者婦女在暴雨的女性 和小朋友 尤其是對很多很多生命的疾病很好用 它主要的症狀 可以幫助我們用這個療劑 就是一種情緒的繁躁 我叫Pevishness 很繁躁 以及不安 以及一些搞痛 通常病人的感官 當時是非常之強烈 以及對痛特別敏感 所謂在一種體型 體質方面 通常我們用在一些孕婦 或者餵奶的女士 小孩子 敏鎮等等 耳朵痛 小孩子的搞肚痛 寶寶 Entwickler 小孩子的搞肚痛 pitched Molina 出牙問題 耳朵痛的問題 甚至乎是關節毛病 神經痛 痛風 雷風心等類的症狀 好了 主要個通勢 過度敏感 因為過度敏感 令到它出現多方面的毛病 當然,如果在神經系統的系統裏面 如果有些東西刺激到神經系統 神經系統就立即爆發起來 接近一個邊緣的狀態 無論在精神方面和身體方面的症狀 都是很慢慢緊,快爆發 通常在陽金谷的狀態 通常是非常煩躁 容易生氣,哭哭叫叫,哭炒 還有寶寶仔的搞痛 在副產科裏面 陽金谷是一個主要臨盤疾痛的療劑 當女性在三十一隻期間 在疾痛中特別敏感,特別容易暴躁 在疾痛期間,脾氣發得很厲害 罵周圍的人,罵她老公,趕醫生走,趕護士走 當時的精神狀態就是這樣,很緊張 反覆無常 通常在這些情況下,不知想怎樣 要求高高,讓她生氣,要求高高,又生氣,搞肚痛的時候 又哭又叫,又說要吃雪糕,又說要給雪糕 她說不要了,有時也不知怎樣做 如果有一個女性在臨盤的時候,她也有很多時候出現這樣的情況 或者是一個年輕女兒當她們驚奇來的時候 她也可能出現這樣的症狀 一般你們會想起,用Meg Force,輪酸尾,驚奇的抽痛 但你會發現,好像都不太行 你會發現她的情緒,就好像瘋癲狀態 很生氣,很不安,很呱呱叫 那你就會想起楊金谷這個好的療劑 所以楊金谷可以說是一種對付痛症的一個主要的療劑 所以痛可以說是導致問題的主要原因 因為她痛,譬如耳朵痛,或者皎肚痛,或者出牙齒痛 或者某種情況,可能因為身體受創傷而引發的痛 通常她們受傷疼後,好像受傷的野獸一樣 就像發瘋癲狀態一樣 當然,我們有時用的急救藥是Rescue Remedy 可以幫得到她的,亦都可以幫得到她的 但如果你看到這些症狀,譬如脾氣暴躁,容易生氣,容易生氣 或者煩躁不安,反覆無常,這些情況 你就會立即聯想到這個療劑 就是楊金谷的療劑 正如我剛才所說,很多時候,在一個女性分戀的期間 是會出現這些狡痛、疾痛,令到她出現這些症狀 很悶悶,差不多瘋狂地被尖叫叫 這就是一個常用的療劑 在十八世紀那段時間 所以,Kelman Miller 的療劑 通常是用一些幫助人戒毒 戒鴉片毒、戒媽媽、啡毒 這就是其中一個常用的療劑之一 好了,很多時候,我們發現有些人喝慣咖啡 就是咖啡停飲之後,出現頭痛、失眠 那人很敏銳、很敏感 令她少許聲音都聽到,失眠 當然,我們平時都會用咖啡的療劑 去喝咖啡過多而出現的問題 但是,如果發現效果不太好 那你就可以考慮羊金谷這個療劑 好了,遇到這個情況 當然,我們也可以考慮用燕蜜草核 Vena Sativa Tincture 一個Oak Straw 去處理戒煙、戒毒、戒咖啡 出現那種神經,非常敏感 當然,我們也有時會考慮用馬前煮 Nuxvormica 或者羊金谷 當然,也可以用Epicac Epicaculana,就是肚根 主要的症狀,肚根症狀 就是在戒毒、戒煙、戒毒的時候 嘔吐 這個就是Epicac的主要症狀 所以,在戒毒、戒咖啡、這種戒酒也好 我們都可以有考慮不同的療劑 好了,我們曾經所說的 就是馬前煮 大家都如果認識馬前煮 馬前煮也都比較暴躁 而羊金谷比較上是煩躁 我叫做Fussy 很煩躁 馬前煮就是比較暴躁 Irritable,很敏陣 大家都是煩躁很敏陣 這些都是羊金谷的症狀 有時候,羊金谷的細症狀 可能有時候都會很固執 有時候有很多要求 但是會發脾氣 當然主要原因 都是因為那個痛 對那個痛是特別敏感 是最不忍得痛的 這就是羊金谷的主要問題的根源 好了,除了那個痛之外 還有一個情況 就是一種憤怒 一個急暴躁的憤怒 會將羊金谷的症狀 帶出來 我知道 Acute Anger 這些急暴躁的憤怒 都有好幾種療劑 其中一種就是 菲燕草 Saphysagria 還有Colocynpha Colocynpha 就是苦瓜 都是與憤怒的引發有關 Colocynph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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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都是因為 憤怒引發毛病 所以通常我們在同學療法裡 我們要稍微辨情 我知道 不同療性有這些傷子症狀 這些是憤怒而引發的症狀 通常人們很生氣 但又發不出 肚子症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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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更加引發很多身體症狀 會導致 這種情況 陽金谷是可以幫助 釋放這種情緒 另外一個問題就是 出牙 出牙差不多可以說是 勵行用得著 你遇到一個小朋友 尤其是大人都不介意 出癡胃 那種痛是很辛苦的 牙痛是很辛苦的 陽金谷是一個很好的牙痛的療劑 還有攪肚痛是一個很好的療劑 可以說差不多是一個 第一次即是急用的療劑 遇到這些攪肚痛 你用這些療劑 效果是很快的 通常來說可能十五分鐘 半個小時 你已經看到 那個療劑立即靜止下來 OK 另外一個情況就是 失眠 為何導致失眠 因為牙痛 攪肚痛 或者耳底痛 導致失眠 這種情況 療劑是非常非常之好用的 有時候 你的療劑有時候 不舒服 痛起來的時候 很舒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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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想讓它吃療劑 就算是糖粒仔也好 它都會套出來 在這種情況 糖粒仔之後 薄一聲套出來 但不要緊 因為你當時 接觸它身體的口腔 那些黏症 其實療劑就已經進去身體了 它真的不是那麼容易套得走 OK 好了 所以 在出牙 那裏 三蚊仔出牙 耳仔痛 大人的出自位置 其實這個陽甘菊 是一個很好用的療劑 好了 還有一個症狀 就是這個 那個 三蚊仔 在他患病的時候 是很喜歡被人抱著走的 即是要抱一下它 動一下它 視乎不同的療劑 譬如那個白頭鷹的小孩 你就這樣抱著它 慢慢讓你走走 它就立刻很開心 但是你就不可以放下它 因為它喜歡黏著你 所以那個白頭鷹的小孩 是很容易的 不斷抱著它 慢慢抱就搞定了 但是呢 如果是那個陽甘菊的小孩 就不是這樣抱著它 你要抱著它 要不斷地搖 快她要很快都不要動 就是不斷地揀它 要不斷地抱著它 然後它nuenta 然後測扯它 才能靜似下你 那麼這就那個 那個陽甘菊的 geneеюсь 會完全不同 另外一種療劑的小孩 然後就Sena,Sena是驅蟲子,是那些山蟲 這個情況就很難,不是這樣抱一下它 不是這樣抱也要走快一點就可以了 你不斷地很大力地搖它才行 這個Sena驅蟲子的三分仔 你發現要很大力地搖它 它才可以靜止下來才能停下來 所以喜歡被人抱也有很多療劑 在不同程度的症狀 所以在所形容就是那三種簡單的症狀 還有一個情況,關於驅蟲子的小朋友 Sena,即是山蟲的小朋友 通常你要抱它很有趣 你要把肚子揹在肩膀上,押著肚子 來走,讓它動 對這些小朋友,才能停止它 而陽金谷最重要是有一個節奏 你要抱它的時候,有一個很強烈的節奏 你才可以令它舒服起來了 所以我們在同一個療法 有一種叫做藥精modality 就是什麼令它舒服,什麼令它差呢 在陽金谷療劑的藥精modality 就是要幫它抱它,它就會舒服一些 還有一個關鍵的症狀在陽金谷 就是在身分仔,當它是肚瀧、肚瀉、肚臭症 攪肚痛,那些糞便通常是草綠色的糞便 好像是菠菜那樣,可以散了一些菠菜的綠色 這樣也是一個用在這些嬰兒 初生嬰兒的黃膽症 初生嬰兒出現黃膽症,睡得不好 又哭泣,大叫,出生之後就有這個症狀 这种情况之后,Cermon Miller的羊羹菇是很好应用的疗剂 通常我们跟疗化有一种经常的说法 如果那个细纹仔是一个白头翁 白头翁的细纹仔通常很乖、很温顺、很可爱、很可怜 你看到他很喜欢抱抱他 但是你遇到Cermon Miller这些 这样的细纹仔,你就觉得很可怕 你很恨他,你觉得他被他烦死 就是说不同的疗剂是对我们每个人出现不同的感受 好了,还有一个症状 通常出现在羊羹菇,就是抽筋那里 通常痛了之后,就会出现麻痹那种感觉 譬如你坐下神经痛,痛不了一轮之后 接着就会麻痹起来 很多时候,这些都是羊羹菇的症状 痛,接着就麻痹 或者面部很痛,接着就麻痹起来 这些都是羊羹菇的主要症状 OK 好了,跟大家讲解到这里 袁医生刚刚介绍了的同类疗剂 觉得适不适合你自己用呢? 是不是就是你的零丹妙药? 需要的话,有关同类疗发疗剂 可以在铜锣湾、炸电街、富城商业大厦2楼 大康自然健康中心 和陆创意健康店买得到 查询电话是2577-3798 或者2882-4848 大家也可以在网上订购 网址是 online.househop.com.hk online.househop.com.hk 好了,今次的节目到此 下次再见,拜拜!